这红米啊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本来我想大吹特吹一波K20捕肉 我说现在性价比10度 结果一看官网 他连货都没有了 是不是准备下架 给K20奥刷让路 这样越来越让我觉得 这K20奥刷会翻车 比起他用的是 天机920命PLUS 我准备这一卢总和雷总 又在吹牛皮耍联王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了 极客湾以及战阁的报道 你看其他的什么小白特兵 什么周文革 虽然他们是我的偶像 但是他有时候说东西 我是真不信 但是他们给出的消息是 K60奥刷非常努力 这是在有些的环境下 超过了骁龙802的性能 阿们都是这样说的话 那我是真的没话说 我真不敢质疑 特别是极客湾 都给出了特别详细的数据 这样的话 对吧 就等真机到了 咱们来测试一下 到底它实际使用起来 是不是这么的流畅 那如果有些问题 那咱们再去怪金凡 肯定是他金凡干的 那有伊家和侯米 你们俩能不能做一个人了 别再想K60那样 直接一切了 没打死伊家 反而把艾库干没了呀 你单个拿出来看 艾库的任何一个产品 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一对比 问题出来了 那我肯定选这个 要不然选这个 没毛 让咱们一起期待一下 过几天的 红米10周年发布会 以及在小米生日上发布的 伊家 S2 Pro 关注我想报机 这人实在不当人呀 整个品牌 当人以为 你三个儿子 因为 我们 被 现在 感谢观看